副总统萧美琴 出行台湾上市柜公司协会 第五届会员大会 现场不只有许多知名企业家献身 还有民进的立委苏巧惠 林淑芬 台北市议员许竹华都到了 作为这个女性的这个副总统 当然是有很多的先天的优势 因为本来这个女力 一般我们男性来的细心 那我们这个萧副总统 她是可以双语沟通的 所以沟通力特好 加上任性 萧副总统这个任期 一定这个政绩 一定也可以发展出 她自己努力的另外一片天 对不对 对 协会理事长 也就是大联大 头控董事长黄伟祥 台上致辞 当场大赞萧美琴 就是靠自己的力量 闯出一片天 而副总统萧美琴 也感谢企业家为台贡献 各位都是上市会公司 以及台湾整个经济发展 非常重要 也关键的亏首 那我们以前 幕僚特别整理了一份 上市会公司协会的 一点背景资料给我 上面有个标题 说这是台湾的航空母舰 可以说是台湾经济的航空母舰 当然我们相信台湾百工百业 都从不同的角度 在贡献台湾的发展 说性别平权指数越高的国家 往往也都是经济发展指数越进步的地方 所以非常谢谢上市会公司 一直非常的重视台湾整体的均衡发展 让我们一起努力 让台湾更好 萧美琴强调 盼台湾各地能均衡发展 政府会做企业靠山 期盼台湾的未来能越来越好 民事新闻送货道